有那個什麼 貴族的那個生產期 還有統貨系統 統貨不達的地方 它的那個茅草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住在山上有木頭嘛 有那個茅草 有那個貴族 所以它都是用來蓋房子的材料 然後呢 那其他的一些這些住家也是 也都是那個什麼 用那個什麼 就是就是竹子跟木頭去蓋的房子 那有一個那個房子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以前那個是在南投 我們物色的地方才有的 我們物來住家是沒有這個石頭鍋 那叫葉岩 在南投物色 因為他們以前是住在那個河邊的旁邊 所以他們覺得它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人要進去的時候 你們要半蹲一下 那裡面還有1.5公尺的深座 所以呢 所以房子裡面都是放什麼東西呢 都是男生要去山上的列具 還有女生要來用來織布的那個 傳統的移植 好 還有一個特別的房子 就是這個 就是兩碗牌 所以我們部落 我們坐在部落 因為都是住在山上嘛 我們一定要去保衛自己的那個 就是那個 其實他說有列務 要侵入到我們的部落 還是說有別的族群他來這邊 來那個攻擊我們說 這個是男生要在 快到晚上的時候是男生要去 對 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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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要去 而且 像我們以前不就有列組的習俗 完了是很長長期的時候 因為就是我們不見得都是 談那個 談他人的 那關於別的族群來的話 我們也沒有